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市场 超八成增强指数基金今年以来跑赢几嘴 表现亮眼 共享单车价格再度上涨 引发了打工人的不满 而沃生生物的二价HPV疫苗价格则再创新低 给市场带来了惊喜 最后我们看看国际市场 美股因衰退 交易波动加剧 中国科技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 R360控股股东解散清算 周鸿一成为最大股东 承诺12月内不减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伊利 道歉中中国乳业巨头伊利 应在比赛结果未出前提前投放广告物料 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8月3日晚间伊利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道歉公告 解释了提前投放广告物料的原因 称是为了确保比赛后 能够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喜悦 然而由于操作上的疏忽 导致物料提前露出 给公众带来的不良体验 伊利表示深感自责 并承诺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同时继续支持中国运动员 在离谱、压错、郑清文、孙颖莎等选手的 宝伊利道歉滚正经短评中 伊利因提前投放了错误的广告物料 而引发了广告物料 而引发了广泛的非议 广告中注赫郑清文、孙等对内容 与实际比赛结果不符 导致公众质疑其专业性 伊利迅速在多个平台发布自欠公告 解释是为了测试大评投放效果 但由于操作失误导致物料提前曝光 伊利表示将加强内部管理和培训 完善相关流程 以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并承诺进一步加强 与运动员及赛事方的沟通与合作 为运动员创造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 国保邦为傻老几眼 探讨了国保邦这群体的现象 及其背后的原因 国保邦是指那些拿着离谱产品 却坚信自己是有国保的人 他们在面对专家的鉴定时 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不满 文章分析了国保邦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 指出他们的信仰和行为 源于对简陋和以小博大的欲求 以及对专家和经历的不信任 反映了信息时代的传播问题 和普通人与专家之间的鸿沟 文章最后指出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文化和历史 避免陷入狭隘和反制的思维 网易 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因洪灾进入紧急状态 8月3日晚布里亚特共和国政府发布紧急消息 由于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形势严峻 该地区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部门已经迅速启动抗洪救灾工作 民时安置点也准备就绪 居民疏散工作 则在紧摸密鼓的展开 布里亚特共和国行政长官齐杰诺夫在社交媒体上套路 塔尔巴哈台区 扎伊格拉耶沃区 和穆霍尔西比尔区遭遇严重洪灾 多处公路和桥梁被洪水冲毁 穆霍尔西比尔区的一座水库 甚至开始一流威胁周边居民的安全 与此同时 与布里亚特共和国相邻的外贝加尔边疆区 也未能幸免 强降雨导致两条河流漫滴 二十多座房屋被淹没 外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奥西波夫表示 他以指示相关部门投入更多力量进行抗洪救灾工作 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基金报报道 今年沪森300指数年内下跌1.36% 但跟中该指数的增强指数型基金却取得了7 89%的收益 超额收益显著 数据显示 截至8月2日 280支增强指数型基金平均超越业绩基准回报为2 其中226支基金展获超额收益 占比高台80.7% 例如 例如 一方达沪森300精选增强基金今年以来的超基准收益率为9.15% 东方沪森300指数增强和惠天赋 上证50基本面增强等产品的超基准回报均在7%左右 博泰基金和东方基金的专家指出 这些基金通过中低频量化策略和多因子选股策略 在今年震荡的市场中取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 未来基金经理们将继续挖掘阿回因子调整策略以应对市场变化 网易报道 共享单车的价格在近几年内不断上涨 从2016年的每次骑行零 5元到如今的3.8元30分钟 涨幅超过7倍 成都广州等城市的用户发现骑行费用显著增加 工作日半小时骑行费用从2.5元涨到3.5元涨到3.5元 节假日从2.8元涨到3.8元 共享单车企业的运营成本 车辆折旧和盈利压力是主要原因 哈陆出行的招股书显示 其单车年折旧率高达60%以上 每团单车的折旧与减值费用也高达66 尽管如此消费者对涨价并不买账 许多人考虑购买自行车代步 与此同时高端餐饮市场却掀起降价浪潮 泰厄孙菜鱼、陈济顺和等品牌纷纷下调价格 部分品牌甚至推出了回归10年前的价格策略 网易还报道 沃森生物的二价HPV疫苗价格在创新低 8月4日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成交公的成交公告显示 沃森生物二价HPV疫苗的价格降至27 5元资刷新了国产二价HPV疫苗的价格记录 今年5月沃森生物纵标海南省市林女生HPV疫苗采购项目 疫苗纵标单价为63元资 这一价格下降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推动HPV疫苗的普及 使更多市林女孩能够接种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 网易报道在7月28日至8月2日期间 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动荡 美联储7月FOMC会议和美国疲软的基本面数据 再加上巴菲特大幅减持股票 导致市场从原本的降息预期转向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引发了所谓的衰退交易 这段时间海外资产波动加剧美债利率全线下行 风险资产整体震荡走低 各大央行的利率决议也加剧了市场的不安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15个基点并缩表 表现出超预期的鹰派姿态 美联储则保留了9月降息的可能性 英格兰银行也采取了鹰派降息的措施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内剩余的三次会议上 总共降息108个基点 其中一次可能会是50个基点 股市方面 标普500指数在这一周累计下跌2.06% 此前两周分别下跌1% 97%和0.83% 道琼斯指数本周内跌2.1% 结束了此前连续四周的上涨趋势 那斯达克指数陷入技术回调区间 本周内跌3.35% 延续了此前两周的跌势 小盘股表现尤为惨淡 罗素2000指数本周内跌6.67% 恐慌指数VIX上涨了26.04% 芯片股几乎全线溃败 费成半导体指数陷入熊市 较7月10日的历史高位回调21% 本周内跌9.71% 道琼斯KBW地区银行指数本周内跌9% 美银策略师Michael Hart的建议 由于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增加 投资者应在美联储首次降息时卖出股票 日本股市也未能幸免 日本央行的加息导致日股暴跌 日经到25指数收盘跌5% 本支把日本东正指数收盘跌至6.14% 充盘跌至6.14% 创下至201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全州分别下跌61%和6% 美债连续7天上涨 成为美国硬着陆避险的首选 10年7基准国债收益率本周累计下跌40% 报3.7904 报3.7904 美元在非农日大跌超1% 离岸人民币盘中涨超千点 至半年新高 日元本周涨超百分之适比近146 由于美国经济硬着陆 风险上升 投资者对游须前景看衰 美邮本周下跌于市 美元走软提振黄金价格 在中东紧张局势及降息预期的支撑下 本周黄金价格是及降息预期的支撑下 本周黄金价格上涨超过2.3% 网易中国商报记者赵易如报道 巴黎奥运会成为了中国科技展示的绝佳平台 阿里云的云计算技术支持了超过23的奥运直播信号分发 而商汤科技的i技术则在乒乓球赛事中实现了实时数据采集与可视化转播 阿里云的i增强技术在14个场馆部署 极大提升了观众的观赛体验 而i技术不仅在转播中发挥作用 还深入运动员的训练中 如商汤的i篮球产品和联想的IPC 小天都为中国国家队提供了精准的数据分析与策略优化 百度的文心意言弹模型技术 也为中国跳水队提供了实时打分和动作分析 进一步提升了训练效率和效率和效果 知名经济学者盘和林表示 报运会与爱人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 展示了中国科技在全球舞台上的进步和影响力 网易时代周报记者申锦瑞报道 360公司宣布其控股股东 天津其性制程科技有限公司将解散清算 创始人周鸿一成为最大股东 并承诺12的月内不减持股份 360公司自美股上市以来 经历了私有化回归股等多次资本调整 始终致力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发展 周鸿一表示360公司将继续在服务 国家网络安全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在人工智能浪潮中 360也积极布局外业务 推出了自研千亿参数认知型通用 大模型360治脑 并在金融、税务、医疗等多个行业 提供大模型企业级解决方案 周鸿一强调 360将把大模型从原子弹做成产业弹 推动大模型的普及和应用 使其更加亲民和使用 网易、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报道 巴黎奥运会女子重建金台得主 中国香港选手江明慧 宣布结束全职基建运动员生涯 将新的职业发展方向迈进 江明慧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家人和朋友知识的感激之情 并表示将在新的职业中学习和成长 回馈香港 同时为设立慈善基金积累经验 江明慧在巴黎奥运会上 通过加持赛逆转夺冠 为中国香港代表团 赢得首金 她的基建生涯始于11岁 在父亲的推荐下 正式与基建结缘 除了运动成就 江明慧在学术上也毫不松懈 取得了斯坦福大学国际政治学士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 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生 网易 中国基金报安曼报道 胖东来商贸集团近日发布了一则紧急辟谣声明 澄清了关于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考察团历变考察项目的虚假新闻 声明指出 新闻中提到的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小敏并非公司在职人员 公司也未授权其对外进行任何商务洽谈 胖东来强调 目前公司暂无在河南省徐昌市 留外的区域发展规划 并呼吁公众警惕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融资 招商及加盟行为 避免上当受骗 胖东来还表示 胖东来还表示 公司将坚决追究任何未经授权 以公司名义进行商务活动的行为的法律责任 今年以来 胖东来已多次发布辟谣声明 针对黄牛代购 仿造明星单品 网络诈骗等问题 采取了包括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启动诉讼等措施进行维权 尽管如此 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 仍积极帮助其他老牌商超企业进行调改 吸引了市场广泛关注 网易 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4日 以色列中部城市霍龙 疑似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目前已导致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据报道 洪大卫顿救护服务中心表示 此次辞刀袭击事件中 一名70多岁的女性 受害者当场死亡 另外三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伤势较为严重 警方表示 袭击者已被击毙 嫌疑人为一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警方正在搜寻可能参与袭击的其他嫌疑人 此事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恐慌和不安 相关部门正在紧急处理和调查 此事件的具体情况 网易报道 近一个月7.1到8.2 北向资金在阿姑市场的操作动向 显示出对光刻胶概念股的兴趣 所以数据显示 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前十位的个股 包括中国核电 中国中车 南起科技等 净买入额均超8亿元 而净卖出额前十位的个股则 包括明德时代 贵州茅台等 净卖出额均超10亿元 从增仓幅度看 红博股份 白川股份 和陕西能源等公司的增值比例较高 红博股份近一个月 获北向资金增值比例达5.21% 公司主营商业票局印刷业务 并涉足Ri算力新领域 白川股份主营精细化工 新材料和新能源业务 近一个月 获北向资金增值比例为3.9% 陕西能源则在火电领域表现突出 近一个月 获北向资金增值比例为3.83% 此外 东方宇宏 施林股份 华策检测 和春丽医疗等公司 也获得了北向资金的青睐 网易另一篇文章 神经介入器械 前入微光 神经介入手术 在脑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和市场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疾病年轻化趋势 脑足中的脑血管疾病 成为严重的健康威胁 神经介入手术 在数字显影 血管噪影DS支持下 可以开展血栓清除 扩张核酸射等数式 尽管国内脑足中患者数量庞大 但神经介入治疗渗透率较低 2020年只开展了16 1万台首数 进口品牌在国内市场占据主体地位 国产厂商如赛诺医疗等正在逐步崛起 尤其在集采政策的推动下 国产替代步伐加快 尽管如此 国产神经介入器械面临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挑战 国内企业需在研发和市场推广上 投入更多精力 才能在这个庞大且细分的市场中 占据一席之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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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